你不会真的以为所有蛋仔的脸上都长出了两只眼睛吧 快看 在NPC支援蛋的脸上长出了两只眼睛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所有蛋仔的脸上都长出了两只眼睛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官方还隐藏了一只非常恐怖的蛋仔 在他的脸上没有长出两只眼睛 你们难道不好奇 脸上没有长出两只眼睛的恐怖蛋仔 他究竟是谁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最新蛋仔仙罗猫 在他的脸上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长出了两只眼睛的 如果你的蛋仔脸上也长出了两只眼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就连蛋仔岛中的机器人信箱蛋仔 在他的脸上也是可以看到 是长出了两只眼睛的 也并不是没有眼睛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只恐怖蛋仔 在他的脸上没有长出两只眼睛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发现了这只蛋仔 他的名字是幻星医生 小伙伴们仔细看在幻星医生的眼睛框下方 居然没有长出两只眼睛 太吓人了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蛋仔 在他们的脸上都长出了两只眼睛 官方隐藏起来的恐怖蛋仔幻星医生 在他的脸上就没有长出两只眼睛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